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六大派系 手握人事大权的晨曦 成为习近平帮派最倚重的人物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后 大多红二代曾大力支持习反腐 但随着习在十九大后的左转 红二代越来越不被重用 及被边缘化 近年来 不少红二代公开站出来批评中共当局 中共二十大后 习近平的人马全面上位 其心性掌控着中共党政军的核心机构 七常委中的李强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军事席的亲信 但不少观察者认为 习家军内部派系众多 免不了出现新的争讨 台媒上报曾刊发陆正的署名文章分析 习家军中的派系大致包括福建帮 浙江帮 新上海帮 陕甘宁帮 党校帮和清华帮等 而前中组部长陈希 是习近平上铺的兄弟 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其中的三大帮派 包括清华帮 党校帮 以及福建帮 文章认为 平时看似低调的陈希堪称习近平亲信圈子中最获信任的全程 他在习家军中守过三大帮派 未来对于习近平搞党内斗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利认为 在一党专政的构架之下 贪腐根本无法避免 习家军本身也未必真正忠于习 说不定就有潜在的死敌 共产党的倒台 专制社会的倒台在瞬间甚至是早晚的事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曾在外交政策发文表示 习近平寻求在二十大进入第三任期 但他面临来自党内左 中 右三个派别 日益增多的反对 在幕后他的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杜正的文章也指 现在已是中共红朝之末 即便大搞强制学习习近平思想的洗脑运动 官员也只会表面硬承 人心败坏的不行 朝中竟是两面人 陈希助席也只会在内斗上加码 无法返回王党的趋势 5月21日建制中共的G7广岛峰会刚刚落幕 中共立即报复美国 声称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 未能通过中国网络安全审查 中国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 要马上停止采购其产品 美国商务部反击称中共此举没有事实依据 并说我们还将与主要盟友和合作伙伴接触 以确保我们密切结条 以解决因中共行动造成的存储芯片市场扭曲 或许不是巧合 23日日本政府正式出台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 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等23个品类 追加列入出口管理的管制对象 这项措施将在经过两个月的公告期后 在7月23日实行 VLSI Research数据显示 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 约有30%左右的设备来自日本公司 日本在光刻设备 史刻设备 划片设备 测试设备等领域就有一定优势 日本这个动作是落实1月27日 美国、日本及荷兰在华盛顿达成的 芯片神秘协议 扩大针对中共的芯片出口管制措施 荷兰已在3月8日宣布 将在夏季之前出台新的半导体芯片技术出口限制 由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EUV扩大到 次先进的深紫外光刻机DUV 而光刻机正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 掌控在荷兰公司艾斯莫尔手里 海外食品人士王赫认为 本来G7广岛峰会史无前例出台的 关于经济任性和经济安全的声明 就是针对中共的经济胁迫来的 现在中共非要跟美国斗法拿美光开刀 支持自己往枪口上撞 推动美日和芯片神秘协议的落地 中共新任驻美大使谢峰 总是给人低调谦和的感觉 说画面的微笑 不像卢沙野、赵立坚一伙人那样张牙舞爪 5月23日赴美上至外媒观察 谢峰处事袁华又有战狼背景 曾是杨洁篪的亲信 正是因为敢于斗争才获得高层信任 美联社表示 谢峰已支持在网上对美国更具攻击和腐蚀性的言语而文明 这表明中共领导层更喜欢在华盛顿采取不同的外交方式 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 据见过谢峰的人透露 他低调而谨慎 通讯咨询公司FGS Global的咨询合伙人 在中国事务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前美国外交官威廉·克莱恩说 谢的语气和音调取决于关系的整体氛围 最高外交政策领导层确定的优先事项 以及环境、听众和时机 另一方面 谢峰有诸多的战狼式外交记录 在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 担任中共外交部驻港公使特派员的谢峰 因为敢于斗争而受到高层赏识 谢峰当时指控香港反送中运动 是因为外国势力操纵 谢担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期间 在2021年7月与美国副国务卿 曼迪·舍曼会面时 给了舍曼一个所谓的美国错误型杯清单 并谴责美国政府在实施危险的政策 此外 谢峰在2021年陪同阿美和加勒比国家 驻华使节访问新疆时 曾表达过强硬的外交立场 说反华势力为了搞乱新疆 调动宗教民族矛盾破坏中国稳定 并遏制中国的发展 精心设计了一条从制造谎言 到发动攻击的全产业链 似乎将中国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 都要和外国挂钩 对于谢峰此时赴任驻美大使 《华尔街日报》认为 这有可能释放出一个信号 表明尽管近期出现了一连串的外交摩擦 中共政府仍愿意改善沟通 但是双方关系未来如何 仍待观察 据报道 由末日博士支撑的纽约大学史登学院 经济学教授罗比尼警告 在日本举行的G7峰会后 美国和中共对抗之路 风险恶化 冷战将变得更冷 罗比尼24日周三 在卡达经济论坛期间 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警告 美中将局最终可能会减缓经济成长 并推高商品价格 波及市场 西国领导人本月 在日本广岛举行了峰会 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中共 同意努力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同时推进减少关键供应链 对北京的依赖措施 罗比尼表示 美中之间不会有任何缓和 中共对这次G7峰会的反应是 欧洲 美国和日本 以及其他国家正联合起来反对它 市场面临的最大风险 是地缘政治带来经济萧条的威胁 俄罗斯拥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 普里格金表示 他的合约拥兵和被他招募 去作战的囚犯过约2万人 已在乌克兰战死 他还警告 若精英不认真打仗 俄国恐重演1917年的11月革命 普里格金在昨晚公布的受访影片中表示 博代去5万囚犯 其中大约20%阵亡 路透报道 普里格金还说 他的合约拥兵也死了大约1万人 但他宣称 乌克兰在乌东城市巴赫木特 就有5万至7万人受伤 5万人死亡 俄罗斯全面入侵 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一年 普里格金的影响力随着战争大增 还曾严厉批评俄罗斯的高级军官 指控他们需为俄方损失惨重负起责任 普里格金也通过社群媒体Telegram频道上的访问警告 除非莫斯科的贵族老爷们认真地打这场仗 否则俄罗斯可能面临类似1917年的革命 并输掉在乌克兰的冲突 他还说 有人乐观认为西方会厌倦这场战争 而且中共将斡旋达成和平协议 但他完全不相信那套鬼话 他狠狠地骂道 当俄罗斯贵族的孩子们在网身上涂护肤霜 然后把自己美照放在Instagram 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炫耀的时候 普通人家的孩子只能躺在心智的棺材里面 肉体被撕成了碎块 母亲为孩子战死而哭泣 甚至我还收到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面一位父亲坐在死去的儿子的棺材旁边 这位父亲说 普京我知道您给将军们颁发奖章 那您给我的儿子能做些什么呢 这个父亲的儿子已经被撕成了碎片 变成了土甲咒 然而少依谷的女婿 这个在阿联酋的小杂种 却正在快乐的摇屯 这种命运的云泥之别 很可能像1917年那样 变成一场十月革命 首先会有士兵站起来革命 接着就是士兵们的亲人站出来革命 而且不要以为他们只有几百人这样 现在他们已经有成千上万了 再加上死去的士兵的亲戚们 把所有的这些人加在一起 估计能上十万人 这不可避免 他接着咒骂 我的建议是什么 我的建议是俄罗斯联邦的贵族老爷们 把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小崽子 集合起来 把他们送去战场 当你们去参加葬礼 开始埋葬你们的狗崽子的时候 人们才会说 现在终于平等了 有评论说 普京听到这位亲戚的话 可能几倍都要发凉 他肯定担心自己成为十月革命后 被全家处决的沙皇 特斯拉公司的CEO 埃隆·马斯克近日表示 他已经向特斯拉董事会 确定了一位接班人 不过他没有透露这个人的名字 马斯克周二在出席媒体活动时称 这个接班人会在发生 最坏情况下管理公司 我已经告诉董事会 听着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 这是我向你们推荐的 接管公司的人选 他说 特斯拉董事会董事詹姆斯·莫多克 去年在法庭上作证时透露 当投资者担心马斯克 被推特分散注意力的时候 马斯克已经确定了一个潜在接班人 来领导特斯拉 马斯克最近任命了一位 推特新任CEO 并表示他将更多的关注特斯拉 地球变暖已经成为了人类的噩梦 据报道 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观察 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气候变迁对地球 如何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专家悲观地表示 大概5年内 估计全球超过6亿人口 因为高温无法在原有土地生存 包括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和菲律宾等国家的民众 有可能被迫向地球两极移动才能生存 美国CNN报道 气候的变切速度太阔迅速 单就温度变化速率就是物种 调试自身的气候机位 所需时间近20万倍 全球物种无法跟上温度变化的步伐 而难以生存 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英国艾克赛特大学 全球系统研究所所长伦敦说 地球升温速度比预期早了10年 海平面上升速度更是快了近3倍 若继续放任地球暖化 2030年将失守1.5度的升温防线 到了本世纪末 恐升温达2.7度 届时全球1%的人口将失去适合居住的地区 研究发现若地球变暖摄氏2.7度 包括印度、尼日利亚、印尼、菲律宾和巴基斯坦 将成为人口暴露在危险高温下的国家 伦敦还表示 目前的温度每升高0.1摄氏度 就会大约有1.4亿人暴露在危险的高温下 另外世界气象组织先前宣布 在未来五年内地球温度有66%的可能性 会比全球公月化前高出摄氏1.5度 好了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